这又是一期跟纪录片相关的唠嗑 在2022年2月14号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目标 找全世界各个国家相关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里环游世界 一年之后来聊聊我的感受 从最开始的兴致勃勃 到中间的摆烂 再到顺其自然 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也是一场自我的妥协和解 故事比较多的欧洲 亚洲 北美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能找到很多纪录片 但是到了非洲 南美 有几个国家是完全找不到相关的纪录片 首先就来聊聊如何找到这些好看的纪录片 第一个就是每天一小时纪录片 进入网站可以看到它分为 科学探索 自然生态 人文历史 社会生活经典纪录片等等 首页有简单粗暴的好看的纪录片推荐 必看纪录片推荐最新纪录片 点进去可以看到纪录片比较详细的介绍 每一集都讲了哪些内容以及目录 第二个就是纪录片家园 跟上一个网站的分类是相似的 科学探索 生态地理 文化历史 社会生活野外生存精彩推荐 有热门纪录片推荐和最新纪录片 这个网站就比较喜欢介绍一些 很久远的纪录片 零几年的都有 第三个是纪录片之家 国外纪录片居多 有中英字幕 点击名称会有相关的内容介绍 同时也会有相同内型的纪录片推荐 第四个是纪录片部落 收集整理包括了BBC CCTV 国家历史 探索频道纪录片等等 第五个是行者物语 这是一个偶然发现的关于旅游和圣灵的家园 它还有专门的狮子 老虎 大象 奥斯卡纪录片 央视纪录片等等 专门给动物出专题 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这个网站你是必须注册 才能够查看到相关的信息来源 第六个是梦马军侯 这是一个小货站的up主的账号 基本上所有的都包括了 有自然社会人文 希腊神话 犹太人的故事 丝绸之路 古巴比伦 空中花园 恐龙等等 有一些是中英文对照的 但大多是全英语深入的 我最喜欢是在小货站找片源 大家一起看 一起讨论才好玩 在冷门的纪录片 在小货站也许都有资源 关于不过纪录片的搜索 可以先用英文搜 搜不到再用翻译的中文 有时候翻译差异大的 需要看是关键词 比如这边有个纪录片 它在豆瓣上面叫城市中心的菜市场 在小货站就是在城市腹地的食物市场 下面就是来推荐20部我最喜欢的 第一个就是漫游世界建筑群 第二个是冰山的阴影 第三个是北欧半岛游记 第四个贪嘴意大利 第五个是意大利花园 第六个是夜之狂热的心 第六个是陈云雪 第七个是欧洲铁路游记 第八个是奢侈的一小半 第九个是城市中心的菜市场 第十个是英国天文游记 第十一个是京都人的秘密换鱼 第十二个是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第十三个是风乃利波尔 第十四个是古巴河摄影师 第十五个是埃及之旅 第十六个是相约古罗马 第十七个是福克斯的北极之旅 第十八个是了看俄罗斯 第十九个是七十二hours 第二十步就是一路北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想介绍的 我们下次见